台北市发生了一起双煞鲁人劫财案 这两名男子先是在台中抢了一部计程车 在北上随机找徐目标来作案 一名在台北市东区餐厅上班的女子 下班之后就被歹徒给盯上 被迷婚之后带上车逼问提款卡的密码 成功领走了四万块歹徒采访人 夜归女子的安全又再度亮红灯 台北市22号晚间发生一起双煞劫财的案件 两名男子先在台中市抢了一部计程车 接着一路北上到了台北市的东区 时间是凌晨两点半 然后随机找寻作案目标 被害女子清晨下班之后就到这个地方来迁摩托车 就被双道给盯上了 用乙迷先迷婚她带上计程车 女子清醒时人已经在车上 歹徒随即逼问她提款卡的密码 女子担心被杀害一边哭一边哀求放过她 被害女子被这两名双煞带到易线路的邮局 立刻到提款机前 就领了四万块的现金 领了钱 歹徒在将女子载回中校动路 二一六项的便利超商前 下着直发斗的被害人报案后 连夜搬回南部老家 她去前车的时候就走一走 就有两个男生就是下车 然后把头上车这样子 妹妹好像很惊议 就是有惊点吓到 然后也没有说很多话这样子 由于放案过程都有监视器 录下歹徒的特征 警方也确认作案用的计程车在台中遭抢 两地警方已经全力坠砌中 好 好